接下來方正老師要介紹第五題 三角形的MEC是一個頓角三角形 三個邊緻連續的正偶數 那問題是說最大的邊最小的邊 最大的角的口三子 最小的角的口三子 還有它的面積 那既然你是三個邊緻連續正偶數 所以你就可以假設XX加2X加4 但是X應該要大於正的 那第二個 我們知道三角形任何兩邊會大於上邊 那當然你就用比較小的兩個 兩個邊相加會大於第三邊 那你比較大的邊 如果加上其他邊會大於另外一邊 那當然一定會 因為比較大的邊 一邊就大於其他的 你再加另外一個 大於其他的就不用講 所以最主要是 比較小的兩個邊相加會大於 最大的邊 所以你把這個角形列出來 然後我們把X消掉 把2移過來 所以X會大於2 接著又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如果直角三角形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 這個斜面的平方會等於兩個平方合 但是如果它是頓角 現在是頓角三角形 就是說這個角度比較大 那會怎麼樣呢 角度比較大的時候 這一段就會變長 就是最大的那個邊會變大 那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比較小一點 可以等於他們兩個平方相加 那你又變大了 那就會大於這兩個平方相加 所以頓角三角形的話 最大的邊的平方會大於兩個 比較小的平方相加 會大於兩個比較小的平方相加 好 那這個把它展開 這個也展開 然後把X平方約掉 再把 因為X平方在這邊 把這些都是過來 8X1過來 所以加4X就變-4X 然後加16過來 -16再加4就-12 那這個可以十字交成 這個用6跟2 -6加2剛好是-10 所以X-6也是加2 相乘巧略 所以X1會接在6跟-2之間 那我們現在就有三個式子 那這三個式子都要成立 所以我們就把它連立 好 第一個它是介在這個-2到- 第一個是大於2 大於2 第二個是介在-2到6之間 第三個是要大於0 三個都有的 範圍就在2到6之間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的X是介在2到6之間 好 那介在2到6之間的正偶數 你剛剛提供說 它三個邊是正偶數啊 所以這裡面的偶數只有誰啊 只有4 所以X就應該要等於4 那X如果等於4 你就可以知道說 那這樣三個邊 不就都知道了嗎 好 三個邊就是4啦 6啦 好 還有8 好 好 那有了三個邊 第一個 最大邊應該是8 最小邊應該是4 好 那最大角的cos 要怎麼求呢 好 最大角的cos 當然就是看到這三個邊 最大角應該對到最大邊 所以它最大角的cos 應該是這個的對邊 那這個對邊 它的cos 要怎麼求 就是2 就是2 乘以兩個 你要小的邊 4跟6 分之4的平方 加6的平方 乘加8的平方 好 那這個經過一番 乘以增長 出出來 有4分之1 欸 最多是對的 欸 最後掉了個C了 AB 最後掉了個C 好 C在這邊 C是對的 好 再來出 最小的角 那它的cos 用以剛才這個想法 那最小的角的cos 的話 就是 找到最小的邊 4 4的對邊 那cos C的話 另外這兩個 2乘以6乘以8分之 6的平方 加8的平方 然後 加4的平方 好 那這個算一算呢 是等於8分之7 所以這個 那也是對的 那最後一個 三角形的面積整算 那因為這三角邊 剛好都是整數 那所以你可以用 海龍公式不快就可以算出來 好 那所以 1的部分 1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海龍公式 我們知道s 應該把它 三個相加再除以2 加起來是18除以29 所以你的面積 就可以等於 根號的 9乘上 那s-a-5-b-3-c-1 好 所以這個分出來 這個3可以移過來 就是3跟號15 3跟號15 這個是對的 所以我們當然就寫去 7除T 看你們